肇始于2023年10月7日的这一轮巴以冲突,最终还是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不断逼近伊朗。此时此刻内塔尼亚乎领导的以色列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对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美国拜登政府肯定会深度卷入其中,美国还可能利用其地区影响力,说服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默许这种袭击。 需要说明的是,在伊朗搞政权更迭,是自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以来,历任美国政府或隐藏或公开的战略目标。 2001年恐怖袭击发生后,小布什政府推出的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核心就是先解决阿富汗和伊拉克,再解决伊朗,在中东地区建立广泛的亲西方民主政权。 只是因为二十多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的民主大业遭到失败,加上中美博弈,日益成为美国的战力优先事项,美国才基本放弃了入侵伊朗的计划。 但是对伊朗进行全方位渗透,大搞颠覆,破坏活动,未有朝一日可能在伊朗爆发的颜色革命做好准备,依然是过去几件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基本战略目标。 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中,除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一对基本矛盾,过去二十多年还涌现出了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另一对基本矛盾。 美国入侵伊拉克,搞乱了这个国家,在瞎忙活二十多年后,眼睁睁看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又想急于从中东抽身,这给了伊朗趁机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大好机会。 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黎巴嫩、珍珠党、野门、胡塞武装、叙利亚政府和伊拉克民兵组织等,组建了一个广泛的地区繁语联盟。 这个联盟也被称为什叶派抵抗之乎,结果就是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东地区的一对基本矛盾。 以色列早已经厌倦了与伊朗代理人,进行持续不断的冲突,一心想把美国拖下水,与伊朗直接对决。 但是美国在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惨痛的教训之后,对于再次卷入一场中东地区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可能给中国再次创造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器,抱有非常大的戒心。 在一段时间内,美伊矛盾和以伊矛盾虽有交织,但却并没有完全河流。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有三大因素可能促使美伊矛盾和以伊矛盾走向河流, 从而让伊朗陷入到一场空前的危剧当中。 第一是美国似乎越来越愿意接受,在不全面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的前提下,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 第二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希望在伊朗搞政权更迭。 第三是如果打击伊朗,可以顺带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对打击伊朗的兴趣会越来越大。 接下来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和默许下,对伊朗的打击已经溅在险上。 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设施、原油生产设施和核设施等, 美伊的共同目标将是通过军事打击。 不仅削弱伊朗对中东地区,各路反以势力的领导和支持能力,最好是还能造成伊朗内部经济崩溃、社会动乱,从而为伊朗发生颜色革命创造条件。 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伊朗其实正在面临一场空前的危机。 伊朗社会内部一直存在不小的清美、清西方反政府势力,以色列、美国等对伊朗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也非常严重。 加上几十年来,伊朗在美西方的严厉制裁之下,经济发展缓慢,民生问题重重,政府效率低下,伊朗的国内局势确实有干柴烈火之势。 但是,如果内外敌人联手,没通过制裁和军事打击,加上强势的舆论宣传,伊朗内部确实有发生动乱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因矛盾和乙因矛盾河流,伊朗面临的危局与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从战术上来说,如果以色列打击伊朗的原油生产设施,这不仅将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伤害,也会影响中国从伊朗的原油进口。 美国媒体统计过,伊朗目前日产原油300万桶左右,其中大约一半用于出口。 在美西方的严厉制裁之下,中国几乎成了伊朗原油的唯一国际买家,伊朗原油出口超过90%都流向了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原油价格甚至比俄罗斯原油还要便宜,从伊朗进口的原油约占中国进口原油的15%,伊朗每月大约通过向中国出口原油赚取20亿美元的外汇, 这至少相当于伊朗GDP的5%,从战略上来说,如果美以削弱伊朗的目标达成,甚至在伊朗搞颜色革命的目标达成,这对中国和俄罗斯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不仅会影响到上河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也会影响到中国西边的战略环境,甚至影响到中美博弈的大局。 在中国国内,有一些人深受美西方宣传的影响,认为美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伊朗是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家,这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认识。 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国家利益大于一切,美国和以色列要搞垮伊朗宪政权,绝对不是为了解放伊朗人民,而是为了在伊朗扶植一个亲西方的傀儡政权。 这不仅可以方便他们掠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可以实现犹太利益集团,保护以色列的目标,还可以狠狠地打击中国和俄罗斯。 看看美国在乌克兰、伊拉克所做的事情就知道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会给当时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当下中东地区的局势,跟俄乌冲突已经有了几分相似之处,不管中国愿不愿意,这场冲突都已经深深地触动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我们需要保证伊朗宪政权绝对不能垮,绝对不能让美以在伊朗搞政权更迭,搞颜色革命的企图成功。 伊朗应获得防卫以色列和美国打击的必要军事装备、技术和其他资源。 伊朗应获得解决民生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经济支持。 伊朗需要宝贵的国际声援和道义支持。 伊朗需要埃及、沙特等中东地区。 重要阿拉伯国家识破美以的阴谋。 不为美以打击伊朗提供帮助。 不要抱着隔山关虎斗的姿态看伊朗笑话。 如果美以解决掉伊朗之后,以色列在中东会更加为所欲为。 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伊朗需要保持足够的威慑能力。 让美以在升级和扩大战争时有所顾忌。 让美以联手绞杀伊朗宪政权的阴谋难以实现。 需要关注的是,一个月后,如果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新一届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将会更大。 美以联手绞杀伊朗的风险将会更大。 但是中国也有机会在不与美国、不与西方发生决裂的前提下。 挫败美以联手绞杀伊朗的阴谋。 从而将中东地区变成第二格乌重突。 让美国继续挥霍和消耗自身的战略资源。 让美国在部分盟友和全球南方国家当中更加孤立。 进而争取中美博弈中的先手。 乃至继续延长中国进一步发展。 所急需的另一段战略机遇期。 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越来越大。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与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美国的犹太利益集团发生对撞。 这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来新的潜在挑战。 这一点值得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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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和消耗 转发 打赏和转发 打赏 打赏和消耗地区。